看一下,关于刚刚讲的就是有关关系预算值 这个是针对数字 比如说等于跟不等于 不特别说,不等于的话 一定要写成什么,这样子 惊叹号 不等于 大于小于,这个比较简单,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这个应该都跟以前数学的预算差不多 然后逻辑的话,not,相反逻辑 and,两个要都为true才为true 偶尔的话呢,其中一个为true,就是为true的 ok,那如果说我今天的希望 利用这一些的运算值 来帮我做一个范例 什么范例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就是说 当我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年龄的时候 他帮我判断 他这个人呢,是未成年,18岁以下 或者是青年 青年的话就是18到30 然后在壮年,30到65 65以上算老年 假设老,这是一个简单的标准 好,那比如说我输入15岁,enter 他就告诉我什么?未成年 那因为我写了一个无穷回圈 所以他还是可以再输入63岁 壮年 95岁 老年 然后23岁 青年,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今天输入10岁,未成年 当然我这边有个跳出的条件是 停下来的条件是9999,enter 那就离开回圈了 假设老,我要写像这样的一个程式 该如何撰写 其实特别注意,这是还蛮常遇到的状况 因为你要做一个程式的叙述的话 以前都用人工来做 如果你不想要用人工去帮你做判断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逻辑 让电脑去帮你自动判断 并且配合回圈 他就一直判断,一直判断 OK 再大量的资料 他还是在瞬间全部帮你判断完毕了 OK 所以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写这样的一个结构 第一个我来看一下 程式大概就长这样子 我先把那个回圈部分先拿掉 把它恢复成没有回圈的状态 再把它按 Shift加Tap OK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各个不同年龄 其实判断方法 我先把它delete掉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开头 第一个的话 Edge等于什么 等于Input 这个Input后面的话 你就写上什么 请输入年龄 这个时候 当然它就会输入一个年龄 也许我们把它print一下 print 假设我们写一个简单的 我输入什么 你就帮我把这个print出来 就这样子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执行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 把它输入15 print了多少 print了15 OK 当然这个只是 简单的练习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知道 H 它这个变数里面的形态是什么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 再多加一行 print了什么 用type 比如这一行 复制一个一样的 把这个外面包个type TYPE 让我知道一下 这个里面 type一下它 知情 一样我输入16岁 enter 诶 有没有发现 street 意思就是什么呢 input 假设我输入16的话 它放到h里面 40trim 所以是什么 前后有什么 双引号 OK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呢 要拿来做逻辑判断 比对的话 我刚刚有强调 如果你用文字来做 比对的话 那就出错 为什么 因为数字没办法 什么大于小于小于等于 或者相等 这个不能用文字来做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做什么 把输入的这个 资料 本来是16 前后我算一下 对不对 那你可以什么 把它变成数字 有没有 本来是street 那我怎么办 int 还记得吧 前郭阿胡 input 后郭阿胡 好 再执行一次 这边输入16岁 enter 刚刚呢 type出来的结果 会是street 可是现在我已经把它改成int 你想说 为什么一定要改int呢 因为才可以做 资料的比对 接下来的话 底下我们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 特别说 if 后面的话 我就加上一个h 如果h 我怎么知道他是未成年 如果h 他是小于18岁的话 OK 这个是一个条件 那后面呢 那请你特别加个冒号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做什么 那就enter 欸 帮我怎么样 print 他小于18岁 那就未成年 所以这边里面的话 你就输出一个什么 输出一个未成年 OK 这样子 惊叹 好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执行 假如说呢 我输入16岁 那应该小于18 Enter 有没有 未成年 啊底下这 底下这两行 其实可以把它关掉 我把它 把这个前面加上那个 警字号 这个就不要 OK 好那未成年 这个叫一重逻辑 可是喔 如果你现在 假设你直接在执行的话 比如说我输入20岁的话 那因为我的逻辑只有判断小于18的 但是如果大于18的话会怎么样 Enter 嗯 没有任何讯息 因为我没有判断嘛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你想要再做两重逻辑的话 请你在到if的后面 按个Enter 然后呢 记得喔 移到最前面去backspace 然后打一个 这个 如果 反之的话 反之叫else 冒号 如果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成年了 OK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改成完 诶 如果 他是 小于18的话 那就未成年 那如果怎么样 反之else 那就是成年 所以再执行一次 这边输入20好了 诶 他已经成年了 看会Enter 会跳成年这个地方 诶 成年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练习 试试看好了 刚刚主要 第一个喔 就用edge 后面加input input是输入资料 他会跳 让你输入的地方 那你就请输入年龄 输入完 他就会把这个20的资料呢 放到edge 不过input 资料放进来一定是文字喔 那你 如果说 要把它转成数字做比对的话 外面一定要加int 如果你不加int 你会发现喔 如果假设 我这个int 没加的话 那因为他是文字喔 所以如果假设 像刚刚这地方 int没加 16岁 过来有沒有 16的文字 要跟18就没办法比了 因为他是个文字 他一定会出现什么 啊 type l 形态错了啦 不支援什么呢 就是比对喔 如果你一边是文字 另外一边是int 那我没办法帮你比对 怎么办 一定要转型 OK喔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先练习 就是说 第一个 如何在python里面输入资料 用input 第二个的话呢 一定要把input的转型 才能够做比较 OK喔 再来就是用if 条件 然后如果当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呢 做什么 反之做什么 嗯 嗯 好